嗨 听众们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111年1月17号 礼拜一的优活在一起 礼拜一到礼拜四下午的2点05分 一定铁定不得要打开收音机 连上网路对不对 跟长安一起过优质的好生活 跟长安在一起 好 我们继续要来访问到 亚洲大学的副校长 柯慧珍副校长 那刚才呢 副校长也跟我们分享了 其实呢 这个精神科医师 还有我们的临床心理师 以及资商心理师呢 他们就是一个心理的这个团队 那他们呢 各自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说 也有一些不同的服务 那这个部分 是不是请副校长 继续来帮我们做说明 我刚刚 对 这个有提到 就是 有一些病人呢 他可能 就是需要的是 以药物治疗为主 但是心理治疗是很重要的 他可以帮助他 这个 比较不会在压力之下 又重新再发病 那么 这个是 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常说的 预防复发 所以 透过心理治疗呢 能够帮助他 预防复发 也透过心理治疗呢 能够让他知道说 虽然是我得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心理疾病 但是 我不会让这个心理疾病 对我产生 很大的负面影响 甚至的 我可能 可以接受这个心理疾病 甚至我还能够 一个好的方法 来因应我得的这些病 所以呢 使得 我能够与病共存 而且能够活出更好的 整个 整个人的 一个生活品质 跟幸福感 但有一些 我们知道 有一些心理疾病的话 心理治疗就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 是以心理治疗为主 那么 药物可能是一个为辅 那我们现在 比如像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 非常多的一种 认知行为的 心理治疗方法 那它可以对 很多的疾病 都是一个 很重要的是 第一线的疗法 对这个 一个 不是非常严重的 一个忧郁症 那 对很多的 焦虑症 比如像我们的 常看到的一些 恐慌症 或者社交焦虑症 或者是 灾难后的 创伤的 一个 焦虑症 这些呢 都可能是一个 心理治疗是一个 很重要的 第一线的治疗 但是如果有在一个 比较紧急 危机 会影响到 它功能的时候 可能会用药物来帮忙 所以呢 也就是 我们 常 临床心理师 跟医生 心理治疗 跟药物治疗 它可以是一个 很好的 相互 辅助的一个 让我们 恢复健康 然后 能够过得 更幸福 更好生活品质 的一个方法 是 谢谢 谢谢 副作者 这个分享 那 成立了 这一个 临床心理中心 那我们也很想 要问一下 副校长 那亚大原来的 这个 网瘾防治中心 还存在吗 是 那个 主持人 这个 这个 非常的 逻辑贯穿 就是 事实上 那个是存在的 因为我们 就是 那个 网瘾中心 扮演一个很大的 一个研究的角色 所以我们 这个网瘾中心的 研发工作 还是 不断的往前进 那我们经常会在 科技部啊 卫护部 或教育部的一些 这个 这个 经费的一个 伪办或者 这个 补助之下 那我们很多 研发新的方案 那这些方案 还是会持续 有新的方案 才能够带动 一个新的 临床的服务 那以 我们在 我就以网瘾的 一个服务为例的话 我们也有一个 合作 因为我们的 医院的 门诊的服务 那没办法提供像 网瘾里面的 治疗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治疗 就是我们要让 我们的 青少年 那去经历一段 生活中 我完全没有 网络的生活 在这样 没有网络的 生活里面 那我会去 没有手机 没有网络 可是 我还能够 活出来说 很有成就感 然后活得 是很有归属感 活得很幸福 因为这样子 而让我走出 网络 那像这样子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过去 网瘾中心 我们办的一个 这样子的 一个营队 我们办的营队 或者是 我们办的给家长 一个家庭幸福工作坊 我们有一个家长来这边 有学到一些 怎么样跟亲子做沟通 比如说 怎么样跟孩子 做一个同理心的沟通 怎么样做一个 有效的沟通 能够增加 你跟孩子之间 那种互相了解 然后能够共鸣 然后觉得 就是让孩子 也感觉到 这个是因为 有家庭的 这个父母的 这种了解跟支持 他活得更幸福 那像这样子的 一个亲子 关系的训练的工作坊 那我们网瘾中心 都还是存在 还是持续的 或者是 我们马上下礼拜 要办的 六天五夜的 一个无网路 无手机的 这样子的一个营队 那这个都还是持续的 那这个就 这个部分就跟 这个我们医院的 门诊服务 是互相结合在一起的 我们让我们的 就是让我们的个案呢 来经历一段 这样子的生活 让我们的亲子 一直在这样子的 一个亲子沟通的训练 或者很多亲子的活动之下 那他们会有很多 不一样的体验 那这个对他们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就是多元 就是我们提供多元的服务 一部分是 医院里面的门诊服务 可是一方面 我们就有工作坊 有营队这样子的服务 所以基本上 就是一个 也是一个互相的 一个提供 我们两个中心的服务 就结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特色 是谢谢 谢谢副校长的这个说明 那感觉上呢 这个网络成瘾呢 不是只有青少年的问题 这样的营队有服务成人吗 我们过去所办的营队 大概就teenager 就从这个小学四年级 那一直到大学 我们有提这个部分 可是主持人问得很好 其实在国外 是也有提供给 其他的年龄层的 那那个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借引的一个 有效的方法 那不过在国内 我们目前 因为我们就是 因为在学校嘛 所以我们正好有这个资源 那你知道学校里面 就是我们有校园 那也包含住宿 还有校园的很多的 这些活动 所以就目前我们的服务 是提供给 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teenager 不过未来 其实我们国内 其实还需要的 因为也有别的年龄层 其实也需要这样子的 一个一段 一个借引 那无网络的一个 一段这样子的生活 来协助他 更快的能够走出 一个成瘾的阶段 是这个网络啊 无远佛界啊 那既然呢 这个学校呢 走到了医院啊 从这个网瘾防治中心呢 现在呢 又增加了 这个临床心理中心 想必呢 未来的规划呢 可以朝向 全年龄层的 这个网络 介义的方向呢 来努力啊 那长刚呢 今天很高兴 能够来访问到我们亚洲大学的副校长 柯慧珍 柯副校长啊 来跟我们分享 我们新成立的临床心理中心 最后一点点时间 附座 你有什么口诀 或买博来告诉大家 如何可以 不要网络成瘾 OK 好 那个 这是也是我们的使命之一啊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对家长 有这样子的一个教育 所以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口诀 一个是这个 这个 一听 那 就是我们 就是 要倾听 对 第一个是 这个 这个要 倾听 就是要倾听 要同理心 是 那 这个我们另外一个是需要 动动 三动动 所以就是要 离开荧幕30 你用了荧幕30分钟的话 转转头 或者起来动一动 那5到10分钟 那这个 三动动 然后我们有 试感 就是 其实 爸爸妈妈可以注意到是 其实给孩子 很重要的是 他为什么会到网络去呢 沉迷在里面 因为他需要 归属感 他需要 成就感 他需要 有一种 愉快感 他需要有一种 目标 意义感 那因为在网络 他得到了这些 所以我们如果 希望 爸爸妈妈 希望他 不要那么多的时间 成 变成过度 沉迷在网络 我们在生活中 我们就要 协助孩子 去得到这个 高视感 是 那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说 呃 四感 呃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那再来的话呢 五罐 好 五罐 就养成五种的 好习惯 那这个好的习惯呢 就是 人事实地物 好习惯 也就是说 我们帮助孩子 在 呃 这个网络里面 养成一个 我们并不能让孩子说 完全都不用 因为这是一个科技时代 网络有很多的好处 所以是养成良好的 健康上网的好习惯 呃 也就是说 在 人这部分 我们在交友互动的时候 那要 没有霸凌 要尊重隐私 尊重 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 是呢 也就是 呃 我们在 网 网 游戏啊 或这些要知道 要玩 四龄的游戏 好 这个很重要 那 我们在玩的这些软体 也知道要尊重 自产权 好 那 这个对 然后 时间 我们要知道 有时间的管理 好 就是事实的使用 并不是 任何时候 我想玩就玩 好 这个时间的管理 是很重要的 呃 人 然后地 好 爸爸妈妈记得 在地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把 这个 呃 在 对于啊 这个 我们知道在 呃 小学 这个低年级 以前的孩子 其实 不太适合 让他单独 就拥有这种 手机 或者行动载具 假如是要 孩子 要使用的话 那我们一定要 呃 就是让孩子 呃 一个 就是要有 我们的陪伴 所以呢 呃 就是要适度的 在睡觉的时候 不要让手机 放在床边 好 要有适度的 一个管理 好 这个就很重要 好 所以这个就是 地的管理 好 是 那甚至有些 爸爸妈妈把电脑 放在公共的区域 好 那这个对 呃 一个 我们知道在 小事以前的孩子 这些都是 非常重要的 好 那 那 物 就是 父母可以 呃 尝试的使用 现在有一些 好的APP 可以来帮助孩子 做时间管理 或帮助家庭 做整个 网络的时间 什么时间用 什么时间步 都可以参加利用 好 那最后 我想要讲 两个很重要的 好 二规 好 还有就是 六站站 好 二规 很重要 就是 其实 呃 当我们给孩子 这个手机或网络的时候 就要跟孩子 共同定定规范 好的 要定定规范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那这个朋友们 就先从倾听同理 让小孩子来动一动 让他有成就感 开始吧 那相关的情形 我们也可以搜寻 亚洲大学 的网络成译的 这个中心 那如何来得知 相关的讯息 来Google一下 亚洲大学 好 我们今天谢谢 我们的副校长 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副校长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 好的 朋友们 别忘了礼拜一到礼拜四 下午的两点零五分 一定铁定不得 打开收音机 连上网路 对不对 跟长安一起过 呦 吃的好生活 跟长安在一起 呦 呼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